歡迎來到今天DIY 今天的內容就是 教你怎樣去換焗爐 一個主婦都可以做得好 所以不用給別人花費 那需要什麼工具呢? 媽媽,要不要用大箭鑽啊? 不用那麼誇張 媽媽,用這個行不行啊? 那又不行 裝焗爐不用那麼多工具 一個螺絲批就搞定了 想知道怎樣去做呢? 去片吧! Hi, I'm Betty in Manchester 香港和英國的文化真的很不同 英國其實都會很經常做DIY 但我知道香港其實會少接觸這件事 因為從小到大 其實文化都會教你怎樣去家裡自己做DIY 我自己可以保持自己的家裡 那今天我就會教大家 怎樣可以換一個舊的焗爐 而怎樣可以換一個新的焗爐 其實程序真的很簡單 其實程序真的很簡單 一個主婦像我一樣 都很容易可以做到的 這次就會教大家 步步步 怎樣去做這件事 今天會示範大家 怎樣可以換一個焗爐 這個焗爐是 因為它是建立的 是一個單一的焗爐 我今天就買了一個新的焗爐 但是我又不想付錢給別人安裝 首先開了焗爐 然後焗爐是有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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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個錶 這個四個錶 你只要開了 即是把他們剪開 你就可以拿出焗爐 好,我現在有我的信用器在這裡 因為有一個很簡單的鞋子 我現在就會剪開鞋子 非常簡單 這裡有一個 有人想幫忙嗎? 應該在後面 完成 四個螺絲是所有的 在鍋子裡 拆了這四顆螺絲就可以拆焗爐 我們現在看看焗爐有多難拆 可以了 螺絲已經拆了 很簡單 拆一拆焗爐出來 關門 然後慢慢拉出來 旁邊會有手柄位 拖一拖出來 就完成了 然後這裡有 拆開鞋子 拆開鞋子 就完成了 完成了 可以拿焗爐出去 回收 焗爐已經拿走了 因為用了很多年 所以要清潔一下 清潔完之後 就可以放回新焗爐 好了 新焗爐已經來了 舊的已經送走了 去清潔 我現在就會去拆箱 可以了 基本上英國所有的single oven 全部都是60x60cm standard size 所以一定適合你的廚房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記住買有插頭 如果不是 你就要找師傅幫你搬線 現在可以先插線了 已經拆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放進去 現在很簡單 因為這些是 放進去的oven 現在可以先插線 先插線 先插線 再放回焗爐 搞定 現在可以放回焗爐 然後放進去 像剛才那樣 那個oven 其實有一個手柄位 現在的手柄位 也是一樣的 你看到standard oven 就一定會有手柄位 就方便你托上去 進入一個孔 現在我會推上一點點 然後自己托上去 沒什麼技巧 真的這樣 推進去就可以了 搞定 然後再打開這個 再把孔子轉進去就可以了 把螺絲轉進去 搞定 好適合喔 哇 新的 好開心 但是呢 還真的一點 我們要把鍋子放進去 還有呢 把鍋子放進去 好一點 所以它會更安全 把東西放進去 先把鍋子放進去 先把鍋子放進去 好 把鍋子放進去 先把鍋子放進去 看看中間的位置 好 剛好位置呢 好 那旁邊 來的 好 先把鍋子放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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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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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這期英國正在做白禮的特別提供 這個鍋子是200多磅 就可以換了我的鍋子 而且我本身的鍋子已經夠期了 所以換了這個鍋子 因為有所有的功能 其實我還沒研究到有多少的功能 但我知道可以自清潔 而且我真的很想多焗一些蛋糕 由於因為要留在家 所以我打算焗一些蛋糕 接下來我會嘗試一些很英式的菜式 試一下是否焗到 如果焗到的話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英國買一些地區的蛋糕 用英國的材料來做一些英式的蛋糕給大家看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請給我一個讚好和訂閱 也請在社群網站和社群網站 因為我會做一些週期的報告 關於英國的生活風格是怎樣 有什麼購買 有什麼吃 還有如果有興趣知道更多關於萬成的 要留意一下我這個頻道 那我們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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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